歡迎收看測試 好 那我們這邊是要報告真的假的 那今天的話就是有做一個東西叫做搜尋功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搜尋功能 對 現在有一個 譬如說我們可以找XOA相關的LINE的轉傳訊息有哪一些 喔 有兩個人回報了 我目前記載有XOA這個消息 然後呢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可以找找看說 例如說在LINE上面 醫生相關的訊息有哪一些 在LINE訊息裡面的醫生們呢 他們會建議大家去吃藥草啊 或者是什麼奧茲醫生啊 或者是警告什麼患痛這一杯真藥病之類的 那就是有一些像這樣子的搜尋功能 或者是我們可以去找找看說 請不要打開系列的訊息 例如說像諸葛亮死了請不要打開 特朗普患中風請不要打開 南海開戰嗎請不要打開 歐馬死嗎請不要打開 系列非常多的這些功能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們有了搜尋功能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種神奇的東西 那就是這整個網站就是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們總共reply就是有回應過的文章數是733 那現在的話已經到就是經過一天下來 就是雖然說我們那一組就是很自閉的在那一個小小的角落 然後都是只有我們的組員坐在那邊 可是3號就是有就是善良的小天使跟小精靈們 就是把這個數字變成就是突然有100個文章被回應這樣子 對,就是感謝大家 對,然後就是如果 然後最後其實還有一個忙是由大家幫的 就是如果就是你在今天或者是之後的日子 有去,有想要就是就是 就是參與就是這個小天使動作的話 那我們這邊有開一個Facebook group 就直接搜尋這個真的假的那一把就可以了 那這邊加進來之後是我們在這個地方會去 就是去去去去去去譬如說我們會去回來求救說 就是遇到這個 大家可以在這上面求救啦 就是遇到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回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問問看 然後像就是這邊Hazel 他其實也會就是協助整理一些 就是最近就是有很多人回報 可是目前還沒有人回的消息 對,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如果今天有來幫忙就是協助的人 就是大家可以去 所以來這個地方 就是這邊有一個問卷調查 那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填寫一下 然後來就是對剛才今天可能就是 做這個小編 擔任一日小編的這個感想 然後有沒有什麼想要說的 以及上面有一些問題 希望大家可以回答 然後我們的就是可以 improve 我們這個網站可以去查這樣子 對,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謝謝